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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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我是你姨娘 姨娘 我和你爹明天就要 这不差没结婚吗 鸣鸟的滋味可真甜啊 我闻离这一天我等太久了 老爷 姨娘 我爹死了 你很伤心 可惜啊 我爹的遗嘱里 没有你的名字 还有你说 我们昨晚的事 我爹他知道吗 姨娘 你到底是谁 伯老爷呀 你生前风光体面 死后却无人问津 你泉下有之 能安什么 男人啊 果然都是一群色胚子 你死了 只是第一步 表婶 这表叔死了 小婶身手活寡 身归寂寞 让你尝尝男人味 男人味 一群丑 你们 你们要干什么 干什么 看你咯 干你个小娘们 表叔看着 岂不是更刺激 更刺激了 你个小淫妇 光天花日勾引丸 我要抓你进猪笼 姨娘 别打坏了 软的 别打坏了 闭嘴 我没有 你还敢狡辩 我的阿姨才五十多岁 就被你是个狐狸经纪 早早渴死 我要打死你 够了 妈 我爹的灵堂上都敢撒野 卢燕 和他们下去 以后不准他们来伯奖 阿姨 这东西好 我没记错的话 你那两个傻儿子 还设着毒仿不少账了 你 想在伯家过活 没点真本事 恐怕姨娘迟早 又被吃干母精 我可从来没说过 我是什么好人 牙 勾住 谢谢大少爷 快跑 这给你出 怎么会是他 怎么了 难不成 大少爷对我见色起意 你的把技对我不管用 那谁知道呢 男人 这老前婆下手也太重了 迟早要她还回来 白日 你没被发现吧 没有 只是没想到 那老前婆跟过来了 太苦了 小姐 小姐 我老爷死了 咱们收手吗 没有退路了 为了帮我复仇 文风潜伏南风馆 这么多年 我走了 身后那批孤儿怎么办 伯家的遗产 我一定要得到 小姐 明家兄弟 你反抗不过 可能老前婆 打你的时候 干嘛不躲啊 是啊 这若柳伏风 做给瞎子看了 你白日害得玩 被赶出伯家 赢付 你干什么 关门打狗 平日里你一副转弱的样子 一直是装的 是啊 不装 怎么能嫁进伯家 好你个小浪蹄子 你 这个巴掌 让你纵容子孙 是非不分 你敢打我 这个巴掌 打你七神寡母 爷父 你敢 这一巴掌 打你疑老卖老 为老不尊 我要你死 神母就这么点力气 怕是不够吧 怎么 不多找两个帮手 你 关给我 你 你别过来啊 你 我可是 是什么 一条打秋风的 赖皮老拱犯了 住手 这小浪蹄子 一直是装的 他刚刚打死我 他藏在伯家 是为了分野 伯家媳妇 母无尊长 殴打长辈 法你给阿里守灵 可有话说 我要是不呢 那你就别想 待在伯家了 族长 明明是这老太婆 先弄的手 夫人之事 辛苦了 伯家媳妇 这夜深路重的 只守半夜就好 早知道江爷 这小浪蹄子不好办 但既然守灵 哪有守一半 就回去的道理 族长 你干嘛对他那么客气 赶走他 博文里的遗产 岂不是我们的了 你忘了 伯金那小崽子了 他才回国几天 这伯文里就死了 他可不是良善之辈 让他跟伯金两人狗咬狗 那我们 你这腰怎么塌了 跪着 也要显示你的身姿嘛 沈母托伯家金 赢私自变买 恐怕 族长还不知道吧 你说 他要是知道 他会拿你怎么办呀 我要你死 小剑蹄子 别装死 你 老爷 老爷 你回来了 你回来看我来了 老爷 老秦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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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 伯文里不能人道 他哪来你这么个好的耳啊 姨娘 你好狠心啊 这翻脸不认人的功夫 了得 那 你是希望我这样 我走 跟我斗 还嫩了点 有点意思 鱼儿上钩了 把这个给你吧 这是我娘给我的 这些年 你到底经历了什么 原来你就是我童年记忆 唯一的光 查到了吗 张小姐说 在南风管 严父 你和儿子通奸被抓个现行 我要抓你进住楼 放开我 放开我 生母口口白亚污名 你是怕我逗出 还敢狡辩 小剑蹄子 今天就是你的死刑 只有死人才不会开口说话 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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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仇未报 难道 我要死了吗 带走 放开我 放开我 大少爷 救救你 救救我们家小姐们 阿静 今天好不容易 公司那些老东西 露出马脚 今天你不问个清楚 你不能走 婉清 你约见了 你看着处理 嗯 书彦 那小丫头说的小姐 杀精什么人啊 你知道博家的遗产在哪儿吗 嗯 你知道 给我淹死他 小姐 小姐 大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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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关我的事 是他 是他要我做的 闭嘴 阿静 你想怎么处置他 自然是 陈唐 江一娘饶命 都是我被初遥忘了心 我再也不干了江一娘 都是我的错 都是我的错 没有以后 没有以后 好 舅一娘饶了我饶命了 走 快走 舅一娘饶命了 住手 哭得我心烦 那就拉着去柴房关了 好 救命 救命 行谢谢大少爷了 南风馆的微风 是你什么人 南风馆的微风 是你什么人 你受伤了 回答我 南风馆明面是酒楼 背地里 南昌女道 不对 灯红酒绿 你说 我一个女孩子 去那里干什么 气得伤口别蹭脏东西 会疼的 少爷 闻风什么都没着 继续打 还有 张小姐 非要来博公管住 她来干什么 小姐 咱们怎么 不和自己房间 笨蛋 不拿下我这乖儿子 博家的遗产 我们怎么拿到 还是小姐聪明 走吧 嗯 说 儿子偷窥姨娘洗澡 非君子所为 哎呀 江颜 别在我面前 伴住吃老虹 我耐心有限 闻风是你什么人 你弄疼我了 看来 莲香惜玉的功夫 少爷 还得好好学学 江颜 你 这回是真的 把衣服穿好出来 见我 大少爷久等了 哼 江颜 你接见我爹 要勾引他儿子 你所图不小 那 大少爷 又要什么呢 信不信 我把你赶出博家 信 但 你舍不得 江颜 无女 孤儿院长大 念过书 一年前在百勒门 接近我爹 千方百计 想进博家 再嫁进来的前一天 我爹就死了 你明不正 言不顺 你说 我现在赶你出去 其他人有话说吗 十五年前 你救过我一次 现在我们算是两清了 十五年前 瞧这男王 感情是哪个贵家走丢的 长得真水凉 卖到国外去就赚大了 别过了 你 你 快跑 是你 现在我们的游戏正式开始 你 鼠燕 把南风管的文风压进地牢 我亲自审他 打 还不说 等等 肯说了 先放开他 继续 住手 好一对亡命鸳鸯 既然这样 就都一起关着吧 真是狠毒 你害死你爹逼死姨娘 你不配为人 姨娘 我想你搞错了 我只是对你一时心软 而且 我没说过我是什么好人 等等 我说 你觉得像我这样的人 会愿意再给你一次机会吗 关他三天不给饭吃 看他嘴硬到什么时候 少爷 太太要见你 走 看着是憔悴了些 说吧 我耐心有限 薄金 你凑击一些 晚风失望 你是我搞的 伯少爷夸奖 我小时候 不就是被人像狗一样在街上看 那滋味 你堂堂伯家大少爷是不会懂的 我看你是不想要你青狼的命了 我说 文风是我干弟弟 干弟弟 你干弟弟恩客不少啊 除了博文理公司其他股东也有 他为什么专挑博文理下手 要不是我带人去检查一下还真差点被你蒙骗过去 是我指使他给博文理下药的 好心结 姐姐蓄意接近我爹 弟弟在南风馆勾引的 哦 那里人多嘈杂 下药极为方便 而且长期服用肉毒 无色无味不易察觉 当真狠毒 毒不过你 刚回国就强迫遗孃 舍弃让你爹看见 害死你爹 哦 差点忘记了 你不是你爹的亲儿子 你这个儿子 当得名不正 言不顺 有心机有胆破 就是锋芒太盛 会伤了自己 早挂一点就好了 伤好之后放了 你不能赶我走 我爹死了 血海深仇也该报了 你还留在博家是为什么 为遗产进去勾引人家儿子吗 不可以吗 不可以 你姐娶了我 我是你娘 我爹喂下品书喂过礼 你算我哪门子的娘 况且我娘早死了 姐姐 不要怕 我不痛 这博家 残在底层人民传的黑情 我一定要得到 姐姐答应过你 你一定会让你们过上正常孩子的生活 放开我 放开我 静人 慧气 被老子看上是你的父亲 不识相啊 别过来 博家 博家 欲擒 郭纵上瘾了 你丫头说你发烧了 我瞧瞧你死了没 不劳伯公子费心 我没有打 干嘛 上药 疼 疼也忍着 贱人 你敢打我 打狗还需要看时候吗 想打便打了 够了 他先打的我 姜妍 只有我打你的份 我们适可而止 阿静 你来这干什么 我来看你啊 你好好休息 你跟我出来 你个勾然未婚妇的姻妇 我不会干过你的 又来一个麻烦的 可苦了我了 阿静 阿静 你弄疼我了 你好好的张姐不呆 跑这来干什么 阿静 伯父他不是刚走 我想留在博家陪你 我爹也同意了 外人不会说什么的 你一个姑娘家 住在这不方便 那姜妍她怎么可以 她是她 你是你 你们不一样 哦 对 我差点忘了 她是我们的姨娘 可是 你们姑娘寡女 共处一室 这要传出去了 恐怕对博家的生意不好吧 那就这么说定了 江烟这人留不得了 哎呀 胡桑味太重 到胃口 爱吃不吃 没人拦着你 长着一张狐媚脸 勾得完老的又来勾得小的 薄金心软 不赶你走 哎 我可不能让你在我的地盘上撒野 脾气暴躁心思狠毒 看来薄金学女人的功夫 也不怎么样嘛 那就试试看 啊 姨娘你干什么 你还是太嫩了 对自己不够狠 怎么回事 我也不知道怎么了 姨娘就突然发难 猛的帮我一推 蒋颜 你为什么推她 你不信我 我们先起来 我脚崴了 走不了 我脚崴了 走不了 一个心思歹毒 一个心机理产 绝备 阿金你干什么 我脚疼 我同意你住国家 不代表你可以任性妄为 这次我只是警告你 没有下次了 手腕是姜爷他自己划的 你相信我 自导自演 有意思吗 不去安慰你未婚妻 却跑来关心我 你有意思吗 你不是想赶我走吗 不是我们打个赌 就赌 我没空玩你这种游戏 你不敢 激叫法对我没用 好了 我知道你心虚 好 那我给你机会挣扎 如果你输了 你自己离开伯家 拭目以待 小姐 大少爷关了文风 还关了你去审 虽然允许你们养伤 但今早大少爷 还是偏帮张婉清 这伯家 我们是不是待不久了 不急 你去盯着张婉清 她的一举一动 都要汇报给我请 嗯 能不能留在伯家 就靠她了 嗯 别杀我 别杀我 想出去吗 嗯 答应帮我办一件事情 事成之后 我就让你走 好 看清了吗 嗯 没有我们出去逛逛 不出去 岂不是辜负了 她的美意 哎 你看 嗯 嗯 嗯 去找薄金 要快 去吧 哎 抓这小娘们 啊 嘿嘿嘿 嘿嘿嘿 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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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蹄子 没想到 又一次落在你老娘手里 嘿 呦 当初要不是我心软 你怎么能有机会 站在这里 跟我要舞阳威 嘿嘿 贱人 还嘴硬 伯老爷 投气没过 你又爬上 他儿子的床 滋味 好吗 你说 狐媚 是呢 嗯 我该被卖到 窑子 被千人 骑万人 睡 神木台局 那窑子里 你立对儿子 也是我的恩客 我死了你的嘴 既然你这么迫不及待 那我成全你 你们上 嗯 你们上 你战队 伯金不会放过你们的 他怎么还不 娶了媳妇 妄娘 谁还记得 你这个风月长旅的小娼妇 只要别玩死 玩废 玩残 不论 嘿嘿嘿 小美人 小美人 啊 黑哥俩 耍耍耍 能被两位爷看上 是我的福气 只不过这么玩 不刺激 啊 呦 美人 你想怎么玩 解开玩 才刺激 啊 你该不会 想耍什么花招吧 哎呀 我能耍什么花招吗 我手被绑着 嗯 哈哈哈哈 好 美人主动才够劲啊 啊 哈哈哈哈 哎 人上这么是没了美人 也死而无憾了 是吗 去死吧 啊 臭婊子 啊 啊 啊 下地狱 跟阎王玩去吧 嗯 你还迟了 一身作儿 好玩吗 还能走吗 啊 不能 薄金我 婉晴 你收拾收拾回张家吧 我 江妍 这次你走运 下次可就不好说了 我赢了 说好的 你不能赶我走 就赌 我跟张婉清 谁能留在伯家 就以 手帕为信号 愿赌服输 你胆子够大 你这魄力 寻常女子少也 这次差点栽到她手里 江妍 我同意你留在伯家 但不代表你可以任性妄为 要是我发现 对了 舍母带回来了吧 嗯 我累了 我先休息了 大少爷自便 这算是道歉吗 雪妖姐 不哄了 沈母的 她死了 你说什么 你那未婚妻 真不是沈友的单 怕你察觉 迫不及待杀人了 把看守的人 绑起来拷问 查到底 你就是我爹 给我定了娃娃清的男人 看什么看 当心我把你眼珠子挖出来 这么一看 我爹的眼光 也不过如此 那别嫁了 我不娶 把看守的人绑起来拷问 查到底 是 阿静 当着你爹的面 今天必须给交代 那个 我娘死在你家池塘 今天你必须给我个交代 娘 你死得好惨 给说法 说吧 要多少 什么意思 要钱还是要说法 你们心知肚明 五开 明星明华还小着呢 他们多留点 好大的胃口 张口要走华通公司 一半公分 我爹的牌位还在 你就这么公然分他一场 你不怕他半夜 冤魂锁命 阿里走的时候 没有留一组 这博家一组 人人有份 哎呀 这狗咬狗咬得越凶越好 我娘死得不明不白 一定是这个营妇 克死的 先克死我叔叔 再克死我娘 你娘来博家 不知道打了多少秋风 盗走博家财产 逼死新寡妇人 你娘死不足惜 不可能 不可能 你别人 白纸黑字确凿 你们来这儿不是为你娘的好说法 你们是来踏着你娘的尸体 来讨钱吧 不是的 不是的 哥 哥 这 博家欣赴你 你什么你 你联合神母闯我房间 要我说 族长寄予新寡妇人 谋人财产 按照博家家规 这些罪名足以臣唐罢 血口喷人 谁让你当初让我守灵 我记仇 你还有什么话说 你骑我三 为何还是这么贪心 把他赶走 巴尔也行 阿卿 巴尔也行 实在不行 你求我一 恶人自有恶人 恶人 神母刚死 他们后脚就过来 这速度也太快了吧 你什么意思 我怀疑张家大小姐勾结族长 煽动我侄儿过来讨说法 你觉得呢 哥 你说 娘死了 咱们以后怎么办呢 呃 呸 呸 坚确啊 呃 可是 咱们没钱怎么赌啊 啊 啊 我今天不是咱表哥吗 啊 让他吻 呦 呦 呦 李老板 哈哈哈哈 我正准备去找您呢 您怎么亲自来接我了 哼哼哼 把这给我捉了 啊 我正准备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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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事情已经办成了 明星明华经常拦拧着 他们仗着伯家的事收账不还 我老爷能忍 伯少爷忍不了了 明天 大少爷把他们扫地出门后 你知道该怎么办吗 放心 交给我 呵呵 伯家侄子解决了 下一个 轮到谁了呢 轮到谁了 轮到谁了 前脚刚把明星明华赶出去 后脚就被你飞一双手 江言 下一个轮到谁了 谁知道呢 大概 是组长吧 他们每一个人 都最有鹰的 婆公子何必动怒呢 我帮你赶走分遗产的人 你应该感谢我才是 谁知道你说的下一个 是不是 我不管你装作伯纹里的儿子 浅进伯家有什么目的 只要你别妨碍我 我们可以井水不犯河水 威胁我可没用 伯家亲戚对伯家遗产虎视眈眈 你周旋其中也很累吧 不如 连省 你 还不够格 那张婉清就够资格吗 她做事莽撞蠢人一个 还是说 你只是看中了张氏皮革千金的身份 江言 我现在不赶你出去 不代表以后不赶你出去 哎呀 开个玩笑嘛 你说 我要是成了你的人 还能谈吗 我有未婚期了 那算了 道不同不相为谋 嗯 让我嫁给你也不是不行 你得对我好 那就别嫁了 我不娶 我知道 你是伯江的儿子 伯文里收养了你 不过 是掩人耳目罢了 跟踪你这些天 我也知道你不少迷迷 想要报仇吗 我张家大小姐的身份 可以帮你做很多事 张小姐小心祸从口出 我不会喜欢你 伯夫人只是一个摆设 我不介意啊 只要你娶我就行 哼 招了 绑架太太 把神木陈塘 都是张小姐做的 朱雁 你觉得江烟怎么样 嗯 太太 积警睿智 活泼好动 比寻常女子胆子要大一些 那婉清和她比呢 张小姐 萨爽耿直 两人各有千秋 去领阀 石棍 抱歉少爷 刚刚我说错了 张小姐 心胸狭隘不容忍 做事狠 不留余地 不是良配 下去吧 是 来等等 这几天别让江烟出门了 嗯 小姐 张婉清绑架您 证据确凿 现在又杀了神木 大少爷居然不追究 看来 少爷对她还是有感情的 逢场做戏罢了 她需要张婉清帮忙 自然会纵容一些 对了 文风她怎么样 大少爷把她送到南风馆了 就是不知道伤好了没 走 我们去看她 太太 我少吩咐了 不能出去 这是要进我的族吗 我不问答你 但你要转告她一句话 就说 营阳心馆 儿子把母妈囚禁在家 这是要金屋藏娇吗 我要你一字一句 一字不落地转告她 听见了 小姐 咱们不再争取一下吗 大少爷虽然可怕 但是还是好说话 他刚刚也没为难你 没用的 闭合 今天不就教你一记 什么 既然她跟张婉清玩逢场做戏 那我就跟她玩 欲擒故作 小姐 咱们不出去用饭吗 大少爷已经在等了 让她等着 就说 我头疼 营娘为上桌吃饭 当儿子的不闻不问 有为笑道 她一定会来的 少爷 夫人说她头痛 头痛 嗯 那你让她好好休息 把姨娘那份车走 别浪费了 好嘞 她真正不说 没说要过来看我 没有 还把小姐的饭撤走了 说 别浪费了 波青 她好得很 中午吃饭 就说我头疼 不下来吃饭了 看神恩的过神 少爷 夫人说 她中午不下来了 又头疼 那你好好照看姨娘 头疼一时半会儿 也好不了 吩咐厨房 晚上也别做姨娘的份了 哦对了 跟厨房说严加看管 就说最近常有大耗子偷食 捉到了 重赏 嗯 是 好饿 咱们 还有没有吃的 小姐以前说 甜食发胖 屋里一向都没有淋嘴 这个波青 这个波青真狠心 走 咱们去厨房 找吃的 厨房怎么有人守着啊 问过厨房 说是有耗子偷食要看着 这波青 什么人 外面这么热闹 看来抓到耗子了 交给管青 约她南风管剑 这样 会不会对太太下手中了点 她无法无天 是该吃点教训 去吧 别让人发现 还是小时候可爱些 姨娘今儿不头疼了 老大少也关心 不疼了 这波青 什么人 有人同时 府里有老鼠 抓到有啥 好像往这边去了 走 奇怪 可能我们听错了 小姐 你说的那个欲擒姑纵 纵小了吗 叫你多嘴 走 不听 我要出去 不说我金屋藏胶了 我发现威胁恐吓 对大少也没有用 不如直接了当一些 我要出去 过几天晚清生日宴 你和我一起出席 我去干什么 长辈出席 把婚事定了 定了 嗯 你明知她要害你母吧 你还要娶她 啊 看来是我自作多情了 你爹 你爹尸骨未寒 你却着急取欣喜 你不怕 她泉下有枝 化成厉鬼来找你 我连妻子博文里都做得出 害怕得冤魂所灭亡 好 如你所愿 我那天要盛装出席 大少爷知些银钱给你 赵书院去 谢谢大少爷 小姐 不再吃点 没胃口 小姐 你昨儿一天没吃 你都是 咱们去哪儿 去南风馆 小姐 这双高跟鞋好漂亮 是大少爷特地买给小姐的 要收起来吗 用不着 当然要收起来 换上 小姐 我们这是 去看看文风 他帮了我们这么多 是时候让他好好休息了 今后 在伯家的路 我自己走 还有我 我要一直陪着小姐 呦 远未贵客 想要什么样的 都好 接客了 你最近对你家公司动作太大了些 你爹刚死 就想夺权 不怕其他股东跳脚吗 我羡慕你还有个管着你的爹 不过我听说你爹偏宠你弟弟 你这个船航大少爷 未来能不能接管船航 还说不定 看来有人在选飞啊 认识 声音改天再谈 等过几天 有趣啊 伯金 你刚吞了我船航的礼 本想求你 仗着几分 没想到 发现了你的秘密 我们这儿有纯情奶狗型 骚手弄滋血 还有心肉猛男血 小公子 想要什么样的 踏着你就行 小公子 公子 别害羞嘛 看梅子房不知道关的什么人 都这些天了 每天都要送饭 谁说不是呢 不过上岛的事咱们少掺和 做好分内的事就行 没赐福 温风一定在里面 温风 不今 你以为是谁 温风 刚出来就迫不及待找男人 我突然觉得 放你出来是个错误 温风是我干弟弟 他受伤了 我还不能来看他吗 能 但也要看我准不准 你要干嘛 我走 好好在家做你的伯太太 伯家的事情不要插手了 我只是多了想 见我的人几根手指头 你那位未婚妻 可是要了你姨娘的命 薄金 你不觉得 贵敏太古偏心了吗 让开 性情泼辣 和我为狗 江小姐 有一桩生意你一定感兴趣 关于博奖 我知道你 故事传行大公子 久闻江小姐大名 你要是再兜圈子的话 就没得谈了 别 我和薄金是生意上的朋友 刚路过梅字房听了一样动 有兴趣跟我合作吗 偷听 既然你是薄金的朋友 怎么反过来跟我合作 况且 我们交情不深 江小姐 你要知道 生意上的朋友 利益 才是长久之道 你要什么 江小姐痛快 博家遗产 对半分 你怎知 我怎知你为博家遗产 没名没分的年轻貌美小妈 子心塌地留在博家手馆 不是为遗产 就是冲妓子 你这姿色 倒也配薄金 可是薄金有未婚妻 马上要订婚了 五五 太高了 没得太 你六我四 薄金 你刚夺了我的绿 我陪上一艘船 也要咬下你一块肉 你八我二 顾少大方 来 请坐 也不是不行 但是我知道 生意场上无朋友 我怎知顾少 是真心想通过合作 除非 你拿出点诚意来 江小姐 想空手套白狼 合不合作看你 我也不是非你不可 可以 不过 我从来不做亏本生 这是利息 三日 三日后张婉卿生日宴上 定会给你补偿 也希望江小姐 拿出诚意来 你找他干什么 难得见薄少爷动怒 没想到 是为了自己的姨娘 不关你事 别去招惹他 你急了 哦 我猜猜看 难不成你喜欢上你姨娘 管好你自己 你有那功夫 不如收拾你传行的烂摊子 走 你干什么 走 有意思 儿子对自己的姨娘 起了心思 我今 我算抓到你的把柄 你要是知道 你心心念念的姨娘 背后刺你一刀 你会怎么做呢 阿金 舒燕约我来这儿 心里也没说 是什么事 欢清 你指使人绑架了姜燕 这次我不追究 没有下一次 所以 今天我来这儿 就是为了说这些事 这些年来 我为了你做了这么多事情 她不过是个寡妇 值得你这样吗 这一次只是警告 我会娶你 但你不能动姜燕 我没有 你生日宴上 我会带她来 我会当众宣布 我们的婚礼 你把其他膝子收一收 别让我为难 嗯 好 我听你的 波琪 这么多年 你从不曾正眼看我一眼 波琪你疯了吗 你刚刚和顾泽说什么了 我跟她说什么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别以为我们在同一个屋檐下 你就可以管着我 你就是雪不怪 你不是想陪我睡吗 今天就给你这个机会 伯少爷 是在侮辱我吗 伯丽刚走 你就去南风馆挑男人 勾引了我 还和他们不清不楚 你真是贱得可以 儿子公然爬上姨娘的床 欲对姨娘心不鬼之事 你真情是能 贱人配禽兽 本来就天生一对 伯公子还请自账 伯公子不许我出门 还不许我跟其他男人接触 你这是爱上吗 别忘了 你还有未婚妻 门关好 慧妻 不是说了别吵我 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有本事找我 没本事找薄金 张大小姐欺软怕硬的功夫一流 贱人 人前一套人后一套 张大小姐变脸的功夫也一流啊 寡连贤耻的淫妇 翻来覆去都是一套说辞 听都听你了 还有什么事呢 没事的话去收妆了 你除了嘴上功夫厉害 你还有什么地方厉害 张大小姐看不出来吗 什么 床上功夫也一流啊 你不要脸 这句话也送给你 相同的戏马来第二次 不管用了 你居然敢打我 你放了神母 找人强奸我 见奸妻败老 便立刻将神母沉堂 一环扣一环 你可真狠 你借刀杀人 只使人侮辱 一击不沉 便立刻杀人 用蠢作怪 我这儿子的眼光真不行了 那又怎么样 薄金 他也是纵容的 我对你的未婚夫不感兴趣 麻烦张大千金 管好你的未婚夫 我跟薄金 认识这么多年了 凭什么他对你如此不同 凭我兄比你大 人比你美啊 蒋衣 三日之后 我一定让你身败凝联 我真是越来越欣赏你了 连皮草行的张婉清大小姐 都敢得罪 是她先惹我在先 倒是你顾先生 鬼鬼祟祟 听人墙脚上瘾了 刺激我才偷听 不然我 行了 顾大少爷是讲信用的 三日之后的事 没忘吧 美人的事不敢忘 不如我先把张婉清 讨你欢心 行 反正冤有头债有主 到时候张家找的 也不是我 顾少爷 三日之后 等您好消息 这个讲言 当真有趣 顾则 你来干什么 来看我笑话吗 婉清小姐 攻击性别那么强嘛 我们谈笔生意如何 小姐 那少爷给的 今天可累死我了 怎么 万千美男环绕 此等应付 消受不了 受不了 受不了 薄吉 这几天你都避而不见 却天天送药 你的心到底是软的 还是硬的呢 小姐 今天张婉七生日宴 我跟管事的说了 请了裁缝部的王姨 烟烟瘦了些 嗨 饿的 女孩子家 不要绝食减肥 孤儿院的孩子们 你放心 你给的钱够了 就是小宝那病 我不止要治好小宝的病 我还要让他们兜上司书 现在时局动荡 只有读书 才能改变他们 以后的命运 文风 他被薄吉关着了 关起来了 那他有没有什么事啊 那薄吉 知道我们的计划吗 文风口风景 没什么事 只是 他跟着我 受了不少苦 你不要说这样的话 我们几个当中 就你最苦了 小姐 好了没 大少爷已经在楼下等了 就来 怎么样 我今天好看吗 勉强入眼 走吧 口是心扉 刚说什么 没什么 说今天太阳好热啊 蒋爷 你老实点 今天大少爷看起来 别有一番风情 谢谢你了 要很好用 还不走吗 夏二文 怕错过好时春 嗯 慢点 哎呀 乍一看 还以为你们两个是一对呢 真般配啊 婉青 我还叫过了 我是心直口快嘛 而且 你娘长得这么好看 我情不自禁 等会儿要你生不如死 婉青也是 娇俏动人 呵 搁着装呢 少爷 试陪一下 这伯父才刚走 你就穿得这么严 你不怕 人说小话吗 呵 怎么 我穿得比你好看 你嫉妒了 这南风寡民 面是酒楼 内里 龌绰的流浓 张大小姐生日宴 设在这儿 看来是存了 拉拢讨好 生意伙伴的意思吧 看来 你爹对你 也不过如此吧 我儿子都没说什么 错儿息的 惠冥管得太宽 呵 我就管了 你怎么办吗 看来这个婚 你是不想结了 这可是伯老爷 生前亲自定下来的婚约 就你 未过门的姨娘 可做不了主 婚事我做不了主 但是替我那不成器的儿子 叫训他媳妇 我还是做得了主 那听广众 张小姐都应急 先是赔了 你居然帮那个贱人 你别忘了 答应过我什么 没忘 你等着 小美人 张家小姐生日宴 胆敢撒影 美人 就是因为生日宴 我才敢偷降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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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 冲击了 你还好吗 手脏 江燕 你手上粘的什么 口水 我 我等着 我早说这香不好偷 我就不偷了 还要我白白的 对 顾少爷 顾少爷 你怎么在这儿啊 你想偷谁的香 顾少爷已经抱着江燕记房间了 走 我们看看热闹去 大小姐不好了 国少和顾少打起来了 你说什么 出什么事了 宛青 你当真什么都不知道 海静 你在说什么 他都说了 你太让我失望了 我少爷 我真的不知道江燕是你的姨娘啊 跟我一把个胆子 我也不敢啊 是 郑小姐 郑小姐让我干的 许总 不要在这血口呸人 你良心 够了 黄青 我们之间的婚约取消 阿静 不是你想的这样的 你听我解释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 不要碰江燕 我会娶你 但你一次又一次挑战笔线 阿静 我保证 我保证 那是最后一次 没机会了 阿静 顾少爷 顾少爷 阿静 阿静 石青 半砸了 事没办成 那咱们约定作废吧 顾泽 你翻面不认人 张小姐 你连个男人都拖不住 这不怪我吧 别搞得我跟个渣男似的 谈笔生意如何 没兴趣 别急着拒绝 生日宴上 你帮我得到江燕 我会让薄金更依赖你 说说看 你给江燕制造些麻烦 我英雄救美 生你煮成熟饭 至于薄金的公司 我会给他制造些麻烦 他需要接张家的事 他一定会娶你 你当我傻呀 薄金他本来就会娶我 给薄金公司制造麻烦 这对我有什么好处 他会向你低头 他会求着你 以后薄金 就是你说了算 干不干 随你 你自己没有睡成江燕 怎么 恼羞成怒了 我从没说过我要睡江燕 你也不记得我们之间的约定 再说起来 你得感谢我才是 这次我给薄金公司添了这么多麻烦 他这回对你冷脸 后面说不定 有着求你的时候 张小姐 你记住了 我们之间 我们之间 从来没有过什么约定 我不是 醒了 我刚刚不是晕了吗 你 你对我涂抹不轨 你真是蠢得可以 是顾泽 他竟然 想明白了 你跟他合作 不就是与虎谋皮 我的事儿 就不劳大少爷操心了 这次 谢谢大少爷 不是张家大小姐的生日宴吗 你怎么说我这儿 姨娘真是没有半点良心 我可是刚刚救了你 就这态度 我以身相许你又不要 你不是有张大小姐了吗 回约取消了 你说什么 我说 你以身相许 我同意了 什么 听不明白 我说 你的自荐枕枕析 我同意了 这 不妥 当时在伯家 可是你说的 怎么突然就不妥了 我冷静冷静 少爷不好了 南港货船翻了 华通公司的货物全成了 什么 顾泽 江小姐睡得好吗 果然是你 你与我们之间合作为借口 对柏京出手 再利用张婉清对我下手 柏京公司出事了 你说是我指使的 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 真是好算计啊 话别说得那么难听嘛 我刚可是救了你 救人就到床上 你违反规定 我们合作作废 现在想下船 由不得你 何况 你让柏京的华通公司 栽了大跟头 现在就甩手不干了 没门 我 是你设计的 不是 是 不是他 是我们 光津 你看清了吗 你放在心肩上的姨娘 从背后捅你一刀的感受如何 不是你听我解释 不如何 我华通家大业大 倒是你 顾泽船航 你损失一艘船 怕是动了你的根基 别人家的事少插手 招人行 柏京 你住手 你快住手 软玉温香在怀 柏京 你会怎么做 柏京 你放我下来 放我下来 安静 你不能这么对我 宴会马上就要开始了 柏京 这柏家少爷怎么走了 不知道啊 附家是要毁了个张家订婚啊 这不可能过 柏京 今日你这样对我 明日 让你跪下来求我 小姐 现在去发报 通知各个报社 从今日起 我和柏京婚约就此取消 还有 张家 与柏家 从此势不两立 我说了 我没有让顾泽沉船 量你没这个胆 那你为什么 但是你做了 联合外人 动我柏家的产业 江燕 你触摸到我底线了 知道自己错了吗 知道自己错 看来你根本就不知道错 我今天非得给你个教训 柏京 你干什么 干什么 如你所见 我知道我错哪了 你说说看 我错在 不该联合外人 对柏家下手 还有呢 不该 不该破坏你和张婉清的婚约 还有呢 不该 还有呢 你就不该让顾泽碰你 这几天好好反省 没得出门 说变脸就变脸 男人血 还底沉 小姐 少爷没为难你吧 外面传的沸沸扬扬扬 都说 张家跟柏家势不两立 张小姐对外说婚约取消 这事和小姐有关吗 不关我事 张婉清 牙字必报 我还真怕她对小姐做什么 不怕 咱们以后注意点就是 对了 上去跟踪组长的事 她怎么样了 那老头最近急得直跺脚啊 小姐那便宜侄儿被剁了手指 天天在大家好着要钱 她烦不胜烦 估计过不了多久 还要找大少爷的 没事 咱们走一步算一步 顾泽那条线不能有 组长 当年要不是她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我娘也不会 我一定要让她付出代价 江小姐 你怎么进来的 翻墙进来的 按照约定 我已经履行了我的职责 等到江小姐了 我不记得 我跟你有过什么约定 江小姐 我不是什么善人 不会无条件地帮你 在南港 我陪了顾家一艘船 在南风馆之后 我们连博家家臣 怎么分都规划好了 听你这样一说 我很伤心 赌局太大 我不玩了 伤敌八百次损以前 你太疯了 我玩不起 现在你说不玩了 迟了 你想怎样 先监后杀 开个玩笑 只要我吼一嗓子 你跑不了 牡丹花吓死 做鬼也疯了 看看谁更快 张小姐言而无信 我看在你美貌的份上 这次轻轻掠过 明天有你求我的时候 垃圾黄通 陪我轮轮 拉圾黄通 快点吵吵闹闹了 发生什么事了 扑华通公司运货的顾客 来要说法了 都给我轰走 滚 你怎么来了 怎么了 顾家传承了 在这之前 华通保证万无一失 现在发生了这样的事 公司损失惨重 会赔得亲家荡产吗 如果我说会呢 那我收拾跑路吧 江言 你省谁夺事的功夫 让我刮目相看 过奖过奖 所以公司不会破柴 刚少爷说的 是开玩笑的 你 奸夫盈妇 奸夫盈妇 婉青 薄金 我今天来就问你一件事情 你还要我吗 四年 我喜欢了你整整四年 这些年我为了你 做了多少事情 是你在我生日夜当中 把我抛下 我可以不计较 今天我知道你公司有难 我眼巴巴过来帮你 被人嘲笑我也不在乎 如果我说 我张家也会帮博家 度过这次危机呢 婉青 你回去吧 是因为他 这些年来我为了你做了多少事情 我老爷上位以后他手尘不足 灰金如土 你在国外这些年 摇摇欲坠的国家全部由我张家一力支撑 现在你为了他 这个贱人 他凭什么 够了 说都不让说 我偏要说他 他江燕 不过是个阿渣舞女 凭什么 他能让你轻而易举地退婚 让我沦为全臣的笑柄 你不该动他 我只恨我当初没有杀了他 杀了 张婉青 你真会自我感动 你口口声声的爱 要靠杀了我才能成全 你的爱 也太廉价了吧 最应该找的是薄金 而不是牺牲无辜的我做你的垫脚师 是你 要不是因为你薄金他早就娶我了 明晚不灵 婉青 我给过你机会了 不够 远远不够 薄金 你欠我太多了 婉青 我一直以来把你当做妹妹 而且当初如果不是我历见张伯父 你们不会有今天的规模 我最后再问你一遍 你还要我吗 不可能 薄金 我恨你 婉青报复心中 你以后出门小心点 扎那 扎那 啊 他什么意思 他说你始乱中气 你先退下 等会儿 你把门外的老顾客先安抚下 嗯 闹事的人都散了 薄金 有点本事吗 听说 这次华东公司损失惨重 不少股东都闹着让大少爷滚出董事会 是吗 小姐 你说 薄金 不会破产吧 我们一直为了遗产 跟大少爷对着干 这次 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 要是薄金 要是薄金没了 咱们的计划不就落空了吗 我自有分寸 你这一天天的 见瞎操心 是让你盯着组长的人呢 他最近和张家联系过命 应该有大动作 张文青 走 我们今天出去 去哪儿 张家刚跟博家退亲 现在不是出去的好时机啊 去南风馆看文风 况且 我不出去 怎么引得豺狼出动 他们去哪儿 听碧盒说去南风馆 文风在那养伤 文风 姐 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你伤怎么愿了 我少爷 抓我考问的时候 差点以为我回不来了 当年 我们给他爹下药 他能放我回来 薄金并非薄文李青山 他放你回来 并不奇怪 我怀疑薄金跟薄文李的关系 并不简单 说起来 是你替我受苦了 不是金生的 那 我们可以拉拢 不行 谈过了 谈崩了 他这个人 性格殷勤不定 难以撞吗 薄金 刚开始对我言行拷打 后面 只把我关着了 倒是他身边那个张婉青 找我出了好几回气 我身上的伤 都是他留下的 薄家跟张家婚约取消了 张婉青这个人 牙字必报 他记恨薄金不说 他一定会记恨我 以后行事 千万要小心 你先好好养伤 南风管工作 就先别做了 姐 薄文理死了 咱们收拾我 不 已经没有退路了 为了薄家遗产 冲谋这么久 半途而非我不甘心 况且 我已经答应了 小宝和丫头他们 今后 为他们遮风避雨 我不能退 我有无路可退 你又不是不知道 小姐跟薄家 有不共戴天之仇 小姐对你这么好 你还这么伤她的心 你是不是这次被抓 怕了 我只是看小姐太辛苦了 当年 要不是小姐给我那个馒头 不过怕早就死在大街上了 小姐这么久都苦过来了 我老爷死了 等小姐搬到薄家 拿到薄家的财产 只好小宝 我们 和王姨 还有孤儿院的孩子们一起 跟小姐 闯天涯去 好 文风她知道错了 报仇本该就是我的私事 确实不该拉文风 还有王姨下水 小姐 你别这么说 我们都是王姨 跟你捡回来的 没有你 我们都活不了 组长我派人盯着呢 小姐 你今后要做什么 我们都陪着你 辛苦你了 好爱好爱 大协文 父侍扶琴 留学归来 其次与音阳乱伦 好爱好爱 小姐 怎么回事 我不知道 跟你讲 这事呢 哎 淫妇 下家玩意儿 被玩烂的贱户 小姐怎么办 你是征家 别怕 瞧这屁股一看 就是千人 奇怪能睡 不要脸 抓起来示众 你们这是犯法的 你这偷情还好意思 跟我们讲法 你不守父导 就该照了示众 别碰我这小姐 太小姐 先换了先换了 住手 顾少爷 您怎么来了 这淫妇深归寂寞 刚课完老爷 又深更半夜 爬上儿子的床 顾少爷不要被 这淫妇外表给欺骗了 我用你教 还不快滚 顾少爷 什么时候管起 人家门前寡妇的事 这怕不妥吧 不要以为我不打女人 我从来只对美女 怜香惜语 赶紧滚 古 你说古 谢谢顾少爷 没什么事的话 我就先走了 你不怕回去之后 再有什么意外吗 当街挑衅 蓄意闹事 明显是人为操作 我先谢谢顾少爷 但是你来得这么强 我怎么知道 不是你做的 江言 是不是我太给你脸了 才让你令不清轻重 我的脸 是我自己震的 与顾少爷 无关 薄金公司马上破产 现在张家跟薄家 局劣 昨晚我说的话 趁我还没改变主意之前 依旧有效 听说顾大帅的公司损失 也很惨壮 成了一艘船 家底是赔光了吧 江小姐果真和你心狠 手辣的儿子一样 狼心狗肺 薄金 你英雄救美来迟了 外界的传言是你放的 哎呀 我家损失惨重 正在休养生息 没兴趣搞这些小动作 你不妨问问你那前未婚妻 哎 他定有兴趣给你解答 最好不是你 本来就不是我 啊 这薄金一来 儿子和姨娘乱伦的传闻 就坐实了 华通公司濒临破产 薄金能不能护你周全还难说 江小姐 昨晚我们优惠时 我给你的承诺还有效 我顾家大门永远为你敞开 欢迎你来 你别听他瞎说 就这么巧 你一出门就碰见顾泽 谁知道你们是不是昨晚约好的 你怀疑我 我怎么不怀疑你 你跟他私下有个协议 害我华通公司栽了大跟头 你说 你们昨晚见过面了吗 我们昨晚只是 回答我 对 你好得很 薄金 你听我解释 昨晚他突然来找我 我跟他直接已经划清界限了 你以为我会信你这种谎话吗 我说的本来就是事实啊 我也不知道 他为什么会突然缠着我 江颜 你脸皮可真够厚啊 怎么不说 他喜欢上你了 不行吧 你不也是我的群下之神吗 先收拾你头上的烂叶子吧 你个淫妇 自从你嫁到博家 先是博老爷身体每况愈下 你又和祭祀勾勾搭搭 博家的产业遭受重创 如今 张家千金的婚姻也取消了 你个扫巴心 来人 掉钱失重 我的人 我看谁敢动 博少爷 我惩罚小淫妇 爱着你的名声了 你可以遇见 我有 承认了 今天我就让博金 割下一块肉来 大家听着 博少爷承认 与这个淫妇有奸情 这种女人留不得 本来 无名无分 多一口人吃饭 无妨 可是她 她趁着新寡 又爬上了 祭祀的床 这种事要传出去 天打五雷红 这种女人 沉堂都不过分 敢问我犯了什么错 你要把我拉起来示众 你满嘴 一来 可死婆老爷 二来 你与祭祀通奸 光这几项罪相 就应该乱滚打死 造谣全靠一张嘴 证据呢 带上来 温风 这是南风馆的小关 伯老爷生前 他下了致命毒 是伯老爷命丧黄泉 他们是一伙的 你是他姐姐吧 我和他没关系 孩子赢 给我打 住手 要招了吗 我和他是姐弟 然后呢 你拿出证据来 没有证据 空口白癌的污蔑 你知道的吧 诽谤也是要沉堂的 证据 我怎么没证据 我 糟了 张家紧紧直告诉 文风跟江音师一伙 证据 怎么 说不出话来了 我看你是拿不出证据来吧 族长在我伯家当家做主 又是打打杀杀 还要拉我姨娘沉堂 今天不给个说法 这伯家怕是不能轻易出了 你们 你们是一伙的呀 我来就是讨个说法 你想想 他们俩一年之前 来到县城 兴风作浪 我老爷的身体 那美矿雨下 这里面 肯定有猫腻 证据呢 拿不出证据就是废谤 正好牢车也有 拉你出去试咒 你们 你们欺负我一个老头 我不会善罢甘休 你当我伯家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啊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 你走不了了 张婉卿给了你什么好处 拿你当枪使 还是说 你奴性太重 心甘情愿地给别人当狗啊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需要我一一列举你和张家小姐私会的地点和时间吗 你一个穷困潦倒的老头 突然穿金带赢了 任谁想都会有猫腻的呢 这全是我自己扔的 一个经常来伯家打秋风的落魄老头 哪能突然报复啊 这些油纸恐怕都是要付出代价的 张婉卿只是你干什么 散布我这个妓子的谣言 然后遭千人唾万人骂 最后再赶出去 你 我什么我 我偏不如你们愿 你们不是造谣我和我妓子勾勾搭搭吗 那我光明正大的孤单 就能奈我何 我要他一条腿 都听你的 我要告诉其他族人 把你们碎尸万顿 你先出的去再说吧 动手 等会儿回去好好歇息 摸了他的脸 手脏了 听你的 你们狗男女 不得好死 他说我们不得好死啊 嗯 本子地狱来 哪还有不得好死 说对 祸害一千年 我自己来吧 别动 闻风塔 留在伯家养伤 那 我 是我的 只属于我 你是在说情话吗 不算 算什么 算表白 我要出去了 答应我吧 不急 你看我太近了 答应我吗 是吧 跟我在一起 小姐 你在窗边都待了好久了 想什么呢 文风 她没事吧 没有伤到亲骨 躺在船上养病呢 好甜啊 这是大少爷送过来的 说是厨房今早送过来的 可新鲜着呢 小姐 你今天怎么忙忙躁躁的 所长那边怎么样了 拖下去关了柴房 外面 传言怎么样 小姐 说出来 你别生气 外面传得有鼻子有眼 说 你和季子有一腿 这会儿 少爷公司又遭了事 族里的人都在闹呢 碧河 你说 我把你们拉进复仇的漩涡里 我是不是错了 我让文风 去南风馆以色试人 王仪 一直在裁缝铺里收集情报 你又跟着我 受了这么多苦 我 小姐 再苦再累 都过来了 我们就差最后一步 小姐 你不会是想退了吧 丫头他们还等着我们的前工 他们上学呢 博文里杀害我娘 我一刻也不会忘 博家生意不干净 踩着底层人民的苦难铸就的商业帝国 我一直都想要推翻掉 可我实在没有想到这么难 本想卷了前跑 没想到 出现了一个博亲 大伤也虽然好 但是 王仪前两天传信说 小宝的病脱不起了 云有头债有种 博文里已经死了 我再把张婉清拉下水 这件事情 就结束吧 事辰之后 我们先回重庆 找最好的医生给小宝看病 我们 再做点小本买卖 就逃脱这牢笼吧 你怎么来了 想通了 要跟我好了 想通了一些事 但 跟不跟你好 还想不明白 有什么不明白 跟我说 先喝汤 想要了 不敢不敢 这是做的什么 嗯 汤不错 你烧的 厨房剩下的 我借花先 好了好了 其实是我自己做的 你 是从什么时候 开始喜欢我的 比你想象的早 时候不早了 大少爷 先休息吧 你不留下来 过了今晚 希望大少爷 不要恨我 你烫下药了 辜负了 辜负了大少爷 对我的真心 对不起 出来吧 哎 薄金这么真心 带你 没有想到 竟然养了一头 胃不熟的白眼狼 废话少说 银元铺子地气 给我 拿着这些东西 快跑吧 薄金醒来之前 祝你千万不要被抓到 谢谢你的好意提醒 祝你有个 愉快的夜晚 只要你出去 我目的都给你选好 就地处决 永别了 薄金永远不会找到你 终日打烟 被烟灼了眼 出来吧 出来吧 还是小姐机智 平日里 张婉清身边都有打手 不好下手 但是 我们社局问中捉鳖 这不 抓到了 别磨叽 困起来 可是 张婉清平日出行 都有打手跟随 不好下手啊 你听我说 薄金这几日 为舆论和公司事情 弄得焦头烂额 你一会儿去他书房 把薰香换成泥香 再去找顾泽 就说 想要跟张婉清搭个线 我们拿了他的铺子和钱 再拿薄金做筹码 不扯他不动心 可是这样 您怕是会被大少爷咽弃 管不了这么多了 神木已经死了 他的儿子 又剁了手指 足掌 断了一条腿 现在就差张婉清了 薄家风雨飘扬 先是公司遇难 再由股东虎事担担 薄金 他自身难保 这弱大的薄公馆 也没什么可留恋的了 把张婉清捉了 我们就离开薄家 那不管大少爷了 管不了这么多了 你先按照我的吩咐去办 这世间险恶 我流落街头 乞讨要饭的时候 就知道你越忍让 别人欺你越恨 张婉清 我向来鸭子必报 怪你非要惹我 什么地方 江妍 这是你的阴谋 张家不会放过你的 你先出的去再说 江妍 你不得我死 以齐人之道 还至齐人之身吧 这里面战况 可真激烈啊 少废话 契约给你 铺子一人一半 合作愉快 以后还是别合作了 我怕你被刺我 唉 不要这么无情嘛 薄金你得罪了 张婉清你也得罪了 我劝你最好别脸也逃 张婉清在城外 设下了埋伏 定叫你有去无回 我从没想过离开 倒是你 我丫鬟和张婉清之间 牵线的是你 你还是想想 怎么脱身吧 聪明 你打算去哪 这就不是你该管的 叶黑风高 你就不怕我对你 同谋不轨吗 我丫鬟叫了 久兵 你敢动 今夜你就跟张婉清 一起留在这儿吧 有挑战 我喜欢 明天有好戏看了 小姐 咱们包袱已经准备好 放在王英裁缝铺了 马车在外面等着了 我们走吧 文峰出来了吗 昨天就跟他说了计划 他已经在王英那儿了 你先去吧 我去趟博公馆 小姐 一起走吧 已经把大少爷得罪透了 你想要叫最多一个晚上 你现在回去 如果大少爷醒了 你已经出不来了 你先上车 我自有分寸 小姐 薄金 薄金 你不是中了药了吗 你放开我 去哪儿 你醒了 我醒了 你开心吗 开心 开心 撒谎 我是不是得感谢姨娘 你昨晚头怀送抱 滋味不错 你 平时对你太过纵了是吗 刚好让你清醒清醒 你干什么 干什么你说呢 你别过来 昨晚是你给我下的药 姨娘忘了 那 那是一个意外 是吗 你干什么 让你清醒清醒 啊 清醒了呗 问你 你清醒了没有 清醒了没有 醒了 醒了 说 为什么给我下药 薄金 你疯了吗 下药好玩吗 你记住我好玩吗 先把自己收拾好 等会儿让丫头给你送衣服 来坐 来坐 喝茶 能说了吗 我这个人 我这个人 我这个人向来 牙子必报 张婉青怎么对我 我就怎么对她 所以你给我下药 是引她出来 江颜 你好大的胆子 以我作而 怎么 张婉青三番两次 想要我身败名裂 我就设计她这一次 你就心疼上了 你想的身败名裂 你可以告诉我 告诉你干什么 告诉你 好让你制止我吧 我就这么不值得你信任吗 你说呢 你对我有一点感觉吗 我只信我自己 所以你蓄意接近勾引我 都是你玩弄我的手段是吗 是 大少爷何必耿耿于怀 想必 你对我也没有几分信任吧 昨天那碗鸡汤 一口 就能迷倒一头牛 那口汤 你根本就没有咽下去 你现在装成深情的样子 拙劣得像一只小丑 我最后问你一遍 你对我有没有一点情意 哪怕是 一丁点 从未 从来都是你自作多情 这茶我是不喝了 谢谢大少爷的款待 你说的对 我也没有信过你 蜀燕 把银娘关到房间里去 没有我的吩咐 任何人都不能出来 你 谁敢违逆就地处决 博军 你开门啊 快开门 你快开门啊 蜀燕 把门开好 一直苍蝇的不许放出来 是 江小姐找人强了张家千金 不说她自己 张家也绝不会善罢甘休 找到张万卿所在 斩草要出根 顺藤摸瓜 把街头的人都解决了 绝对不能让张家插到江炎头上 要快 少爷是想保护江小姐吗 那您刚刚为什么不 蜀燕 你跃举了 给我搜 晚清 你干什么 交出江炎 她不在这儿 你说她跑了 你居然说她跑了 她连夜跑的 我也不知道 好 既然说她不在这儿 那你让我进去搜 如果她真的不在这儿 过去的事情 可以既往不咒 我说了不在 就是不在 搜都不让搜是吗 波济 我真的很蠢 我居然喜欢你一个 这么凉薄的人 这么多年 你知道我昨天晚上 经历了什么 拿什么来陪我 那你想要什么 只要不过分 我都满足你 你知道昨晚发生了什么 你果然知道 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 我张家大小姐 卑微追了你这么多年 最后只换来这么一句话 我想要什么 你给我 我说我想要你 你给得了吗 这给不了 我就知道是这样 像你这样 博情寡义的男人 我不要了 今日我和你的关系 有如此差 从此以后 张家势必要踏 凭你博家 走 阿金 这个是雕给我的吗 不是 你雕一个给我好吗 找书彦支银钱 去铺子上买 不要 人家就要你亲手雕的 出去 本来就不是我的 你只是我在强求 既然你博情寡义 那你这博家就给我陪葬吧 就这么让他们走了 万青性格尖锐偏执 他一定会来告诉他 把这个给你吧 这是我娘给我的 断了 什么断了 没什么 不不下去 博家现在风雨飘摇 严加防范 去 江城报社登报 就说 博情不是波浪也轻身 剩下的 他们知道该怎么洗 是 哎呀 青青果然不一样啊 这四味就是爽 金儿真吵疼 哈哈哈哈 啊 不好了 外面都在传 少爷非博老爷轻身 组里已经来人了 不好了 花童公司上一批 赔了活物的客人又来闹了 张家恶意竞争 压低利润 公司其他股东 闹起来了 不好了 不好了 外面传得有鼻子有眼 说您和太太联合起来 杀了博老爷 警署已经派人来了 哼 牛鬼蛇神都来了 去把顾客栏子门外 是 警署的人请到偏厅喝茶 务必 好好招待 是 把族里的人带到会和厅 我要好好会为他们 嗯 对了 你先把江言放了 是 我放的自由 外面吵吵嚷嚷 怎么回事 你别问这么多 快跟我走 我们可以出去了 嗯 少爷说放你自由 来 里面少爷给您留了淫缘 不要再回来了 哎 你解释清楚 我跟你解释 众位叔伯喝茶 喝茶 喝什么茶 薄金 你打断我一条腿 把我求一柴房 醒得本家来酒 这次出来 我不同你说虚的 外面传得沸沸扬扬 说你非薄老爷清神 今日你得给个说法 要不然 我们就不走了 是啊 薄雷 薄雷以前多么宠益 你想刘洋 二话不说直接让你去了 可你刘洋四年回来 也不懂公司业务 公司损失惨重 我们这些考分红的 你可怎么过呀 我们怀疑你壳子都换了 族长 你好本事啊 在我伯家欺辱我姨娘 被我打断腿 还在我那前撒野 还有族书 你是不是有什么眼疾啊 这四年又不是四十年 人还大便样不成 可他们都说你非薄老爷亲生 你得证明给我们看 怎么证明 低血验亲 我爹都入土了 你们想把我爹的坟 也看得同不同意 当然了 要是你们坚持 我也可以 你 你大不笑 不是你们要挖分证明的吗 怎么反过来指责我不笑 这可怎么办 不管 必须得有个说法 不然我们就赖在这儿 好啊 我伯家家大业大 养两个吃钱饭的 也不是咬不起 随住吧 我还有要事 就不奉陪了 我来证明啊 嗯 我来证明啊 沈子你怎么来了 真相终于揭穿了 我不来证明 我的心不安啊 沈子来得好啊 来来来 快坐快坐 这位是 阿金啊 阿金 沈子 原来的事情你最清楚 你说说 他是不是薄老爷的亲儿子 他不是 不禁 你好大的胆子 既然冒充包了一儿子 一度度搏家家产 现在跟我去见警察 你求占却仇啊 走 见警察 凭什么 就凭他一面之词 沈子是族里的白石通 没有他不知道的事 原来的事情 他是一清二楚 怎么 你还要质疑沈子的话吗 好 那说来听听 自从那晚交易之后 我们已经没有关系了 我欠你的约定 已经拿铺子底了 不要再纠缠我了 唉 你就不想知道 博家发生什么吗 你说 坊间传闻 博金飞 博老爷亲生 这我早就知道 你也听信了坊间传言 我刚被放出来 去哪听 倒是你 你为什么在博公馆 秘密 我刚被书彦放出来 博家又吵吵闹闹的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你真的想听吗 你不是要离开吗 你要听了的话 走不了了 你快说 博金故意放你走 是怕张婉清报复 博家现在生死存亡之际 他放你走的意思 不言而喻 不如你跟了我 我定保你衣食无忧 你真的想明白了 那我们就 我要回去 不禁 我真想不明白 到底哪点不如你 是我输了 我记得 当年 什么 无精镇 薄言 你与子孙无缘 积爱 什么 我好不容易夺下 这偌大家产 你跟我说没有子嗣 肯定是我这该死的弟弟 诅咒我 我夺了他的家产 他咒我 他死了都不安舍 伤安勿躁 既然 你夺了他的财产 何不讲了他的儿子呢 让他给你养老送终 这滋味 岂不美哉 好主意 我家侄子 叫薄金 当时薄家一场大火 他不是被烧死吗 哎 他逃出生天了 亲眼见过 他现在成了像弄的一个小乞丐 只要您到时候 施舍他点锦衣玉食 他体力会感恩戴德 他到时候 对您就像亲爹一样 好好好 去把他找来 我要让那小崽子 喊我爹 慢着 我警告你 我有隐急这事 我不能让族人听到甚可风声 是是是 不闪 从今以后 我今就是我的亲儿子了 既然我弟弟死了 他的一切 和他的儿子 都是我的 什么人 什么人 一只猫而已 沈子 饭可以乱吃 话不能乱说 当年薄力找我购摩薄公关 那孩子不是被烧死了吗 是啊沈子 你怕不是老糊涂了 尽说胡话 现在真相大白了 带你们去见警察 别 你是伯将的儿子 那不可能 是啊 定是沈母年纪大了 记性变差了 气势汹汹的来质问我 现在真相大白了 反而不敢去见警察 是不是心里有鬼啊 当年 薄家那场大火 你们也脱不了干性 主燕 先安置好沈子 把他们两个捉了 警察就在偏厅 带他们去见官 阿金啊 别怪我 我只是薄家的一个女佣 人微言情 我希望薄二爷 也原谅我 这么多年 这么多年过去了 沈子您别担心 我爹不会怪罪您的 好 阿金 大侄子 是我错了 我来错地了 是啊 不但你随意怎么都行 我只年底能拿点分红 能养活一家老小就行了 别近警察 带他们去 岂有此理 当年你们协助博文李纵火 恶意抢占博将家产 小人冤枉了 无凭无据 怎么可狗白羊 诬陷我们 长官 我当年虽然才五岁 但我记得清清楚楚 从此博家 就是我的了 看你往那儿跑 所以要验证他妈人是不是恶非 只需看他们脑袋和肚子是否有疤痕 小人是冤枉的 小人冤枉的 男人身上谁还没有几块疤呀 少还炫备人 就这么巧 都长一块了 族长 每次看见你的天 我恨不得让你立刻下去跪在我天面前忏悔 现在你的报应终于来了 还在狡辩 把他给我扒了 这里有 好啊 欺骗警察 罪加一等 带走 慢着 我有约要神 你是伯老爷的新广 江 江言 对 江言 你有何冤情 伯文里抢我母亲 致我生母惨死 告伯家族长和伯家侄子 欺我新广 闯我房间 欲对我图谋不轨 靠张是皮革千金 意图指使他人强奸我 这是详细作案时间 以及人证 所告属实 我说句句属实 属有不实 我愿意承担一切后果 我还有一疑问 既然是你的沙母仇人 那你为何要嫁给伯文里 我是被抢抢过来的 我原本是百勒门的舞女 被老爷看中 抢抢过来的 嗯 好 我会详细调查 这两人先带走 你刚刚说的都是真的 是真的 那你回来 是为了告状的吗 听顾泽说伯家出事了 所以我回来了 刚刚你的事 我都听到了 之前的事 抱歉 我不知道伯文里 和你娘有这么一段 不然 过去了 现在这样 挺好 那你回来 之前你在这儿说的话 还做不做说 什么 我是说 我也喜欢你 薄金 这一晚 是对大少爷 自此救我性命的回馈 虽然李狠博 但于是漫长 我欠你的 我慢慢还 她是什么意思 少爷 江小姐的意思是 她同意您的追求了 真的 那天 我一时恼怒失了理智 对你太粗暴了 这个给你 大少爷 每次扭扭捏捏 想道歉的时候 都会拿一瓶药来示好 你知道伯家有难 所以那天 你故意让顾泽来接我走 可是 你们不是竞争对手吗 她凭什么听你的 还是什么都瞒不过你 伯公子如今这处境 怎么有兴趣找我喝茶 我们明征暗斗这么多年 我可刚沉了你华同的一艘船 五十步笑百步 沉了自家一艘船 怕也是举步为奸吧 你爹宠你弟弟 你弟和你一向不合 不如我可以帮你 在故事站稳脚跟 只要帮我做一件事情 你之前做的所有 我都既往不咎 帮什么 怎么做 我会让书彦 把江言送到博公馆片门 我跟你华同公司 所有的股份 一定要护送她出城 你在开玩笑吗 你和华同公司的大股东 都自身难保了 还全部股份 那我没出城 他也没拿到股份 其实后来 我们又开了一个赌局 行 赌一把 但我也想开个赌局 什么 赌江言问起博家的事 会不会出城 他若选择回博家 不出城 我只要华同的一半 但他要是跟我走 我要华同的全部 好 喂 你就不怕我赢了美人 又夺了你产业吗 我本就是赌徒 输了 大不了从头再来 我记 难怪我这么多年 输多赢手 我不如你啊 所以 你要给顾泽华同公司 一半的股份 可是 公司不是被那帮老家伙 霸占着吗 你怎么会有权利支配 华同公司 一直在做黑色交易 其实我在跟你说这话之前 我已经跟警署投了城 估计没几天 华同公司就要被一锅端了 所以 顾泽不管是拿到一半 还是全部的股份 他都得拿一个空壳子 聪明 谁让他之前那么对我 确实该吃吃苦痛了 走 带夫人找场子去 谁是你夫人 你自己亲口说的 休想抵赖啊 胖了胖了 以前啊 咱们家小姐若柳浮风 现在看上去啊 猪圆玉润 身体好 你生个大胖小子 我带着小小少爷玩 说不定 咱们燕姐生女儿呢 我带着小小姐玩 说不定 生十个八个呢 那时候多热闹啊 好了好了 别说了 八字都还没一瓶 走吧 我们出去吧 现在抢婚还来得及吗 看来你在华通还是太闲了 别别别 你都丢给我一个空壳公司了 什么都要我自己来 我可累坏了 而你博尖洗白了大半产业 还有自己的商会 真够鸡贼的 你这么说 那我再给你来点 好小子 你给我挖坑是吧 谢谢王爷 亲一个 亲一个 别闹 这实在太般配了 大好的日子 哭什么 是不该哭 但是忍不住 小姐这一路 太不容易了 你们当我是死的吗 送入洞房 夫人 我为你妥协 这是 你送我的 我还没有更衣 戳上也一样 我 那么 有一 千生 又 而 消失